中銀香港上半年貸款增加近百分之七 加上受惠於離岸人民幣業務 正式拆曠43個基點改善到一來六四 支持淨利息收入增加約兩乘四 要126億多 至於淨服務費和佣金收入 就增加近百分之2.9 至41億零二百萬元 淨交易收益由於外匯交易和利率工具 都錄得收益上升 亦都按年大幅增长了85%至14億零八百萬 不过由于去年上半年 因为雷曼兄弟迷你债券相关的抵押品 錄得大押净取回 令到2012年上半年的集团总经营支出 显著增加了1.7倍 至53億9千一百万元 中銀香港董事长萧刚表示 未来全球经济或者会面临进一步下跌的压力 短期市场环境仍然可能充满挑战 亦都可能持续一段时间 但是中央进一步推动中港之间的经济合作 引入新措施和政策 将会为香港的中长期带来更多商机 香港宽民电视记者李永鱼报道